这个礼拜英国的首相Johnson 他到了印度 他称普丁是一只鳄鱼 你和鳄鱼谈判 就是等于和土丁谈判一样 准备是给它吃掉了 在之前拜英直接称 它是一个战争犯 但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地方 能够停止战争 乌克兰人民能够不要再受苦 而且美国所有的评估 都认为马里乌普尔 最终是守不住的 5月9号如果普丁撤兵的话 他就会扩大了他的领土 在这样的情况里头 整个战争要不要停止 该不该停止 Zelensky 乌克兰的总统说 我绝不让任何一个领土 离开乌克兰 所以我要打十年 那这十年的代价是什么 所以到底哪一个东西叫做对的 哪个叫做错的 哪个叫做历史的正义的 哪个叫做历史的不正义的 过去德国的总理 梅克尔曾经说 当你要协调一件事 跟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不是站在你的立场 或是站在你以为 很简单的立场 你有时候要了解 一些历史相关的过程 我刚刚特别提到了教宗 Francisco他的看法 他不愿意向西方的领袖 访问基辅 他说因为我访问完了以后 战争就会持续 而我刚才也特别提到了 在这一次 整个Brasinski 他已经过去 早就提出警告 然后有些人翻出他的资料 说1993年的时候 周巴尔也认为 根本不应该让乌克兰 加入北约组织 理由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苏联解体的过程 苏联解体的历史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1939年的时候 在那个时刻 8月23号 德国和苏联就签署了秘密协议 将Estonia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并入了苏联 那么这是整个苏联解体以后 最重要的波罗的海三小国 而1985年的时候 郭尔也许出任了苏联的总书记 当时他提出的就是 改造新战略 称之为叫Glasnost 1988年 波罗的海三国出现了 争取变革的群众运动 要求成立 重建运动 人民阵线 就是希望能够独立 1989年 6月1号 波罗的海三国 在苏联人代会上 选出的代表 正式提出调查 1940年 苏联兼并 波罗的海三国的 非法性的问题 而我们要注意到 所有前面的过程里头 都没有乌克兰的角色 主要是Bartik State 因为乌克兰是自愿加入的 而Bartik State 是被德国 直接跟苏联 签署秘密协议出卖的 在1989年的8月23号 德苏命约 签进50周年 波罗的海之路 和平示威 200万人 手牵手 动容了全世界 组成了一条人链 将三个波罗的海的首都 全部连结起来 表达他们要脱离 脱离苏联的一个渴望 接着在1990年初的3月11号 从Loswania 立台湾开始 最高议会宣布建立独立的国家 而那个时刻 这个独立国家的政党 也取得了支持独立的多数席次 3月30号 Estonia也跟进 拉托维亚也跟进 然后他们进行了公民投票 1990年的5月14号 郭罗舍宣布 三国的决议 跟苏联宪法抵触 无效拒绝和他们的独立 进行任何的谈判 6月29号1990年 经过德法居中的协调 当时也是德法协调 几次的谈判以后 期限谈判日开始 100天之内 希望能够暂时搁置 到了1991年的1月1号 立陶宛宣布 冻结独立的宣言 期限已经到 没有办法达成协议 结果这个时刻 直属苏联内政部的军队 立即进攻占领了 原来属于苏联共产党 在立陶宛的建筑物 而立陶宛的首都 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流血冲突 是1月13号1991年 苏军企图占领了 立陶宛的首都电视中心 在坦克和枪声中 14个人丧生 1991年的8月19号 就在那个之前 那么 古巴赦夫呢 在西方的劝和之下撤军 而8月19号就发生了政变 当时古巴赦夫在克里米亚 他以为他是去乡间别墅度假 军事领袖跟他说 他们需要召开 一些重要的军事会议 事实上这些军事领袖认为 古巴赦夫出兵立陶宛 又撤军 让布罗海三国中的 海外俄罗斯后裔蒙修 被剥夺公民权 因此他们将古巴赦夫软禁 1991年的8月19号政变之后 苏联的官方通讯社 塔斯社的消息称 古巴赦夫因为健康因素 不能继续履行职务 国家权力交给苏联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这等于是政变 然后接着坦克和装甲车 就驶入了莫斯科的市中心 真实的情况是 苏共政治局的强硬派 发动政变 决心终止古巴赦夫所有的实验 然后1991年的8月这个时候 邀请组织告俄罗斯国民书 宣布这样的一个紧急状态委员会 就是这个军事政变是非法的 在1991年的8月20号 邀请号召民众参加示威 最后有20万群众上街 最终呢 他们认为政变者缺乏民意 凌晨从莫斯科撤走的军队 结束这场政变 8月24号 郭普什辞掉了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然后1991年的9月6号 苏联宣布承认 布洛德海三国为主权独立的国家 之后各邦连共和国 纷纷公投宣布独立 苏联解体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正式走路历史 而在这个时刻 也是乌克兰决定 要脱离苏联的时期 这就是整个苏联政变 乌克兰独立 然后现在呢 大家争议的所有的过程 那为什么其他国家参加 北约组织 不会成为一个战争的挑衅 而是乌克兰呢 因为乌克兰跟苏联的关系 太密切之外 它和俄罗斯的关系太近 它的领土太近 它的飞弹从基辅达到莫斯科 它的坦克车进入莫斯科都太近了 所以才会从布洛兹斯基 以及担任参议员的Joe Biden 都认为不可以在这个地方挑衅 但是战争就因此不幸发生了 在好战的普丁 以及已经改变他和平信念的 拜登主导之下 我们先进入的广告 回到文献的事业之报 欧洲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